27號下午4點30分 432車次普魯馬列車 新京新馬戰前事故路段 發出高抗鳴笛聲 這個過程長達42秒 向遺難者致意 各地台鐵司機員 在制服前機上黃絲帶 神情嚴肅駕駛著列車 也在下午4點50分 事故發生的時間點 一頭鳴笛 哀悼7天前 不幸在意外喪生的罵難者 在新馬戰的天橋上 也有民眾手裡拿著佛珠 到現場對往生者們超度念機 也有鐵道迷特地 從桃園前來記錄 這哀傷的一刻 因為台鐵的弊端從一直到現在 都沒有改動 基本上要公平公正公開去調查 所以 事發至今正好是罵難者偷妻 而在意外罵難的北中教師 蔣佳穎 母親在告別式上 募送他走完最後一程 更是令人無比心碎 宜蘭普悠瑪反腐造成18人死亡 堪稱台鐵近年來傷亡最慘重意外 而且到下午4點50分 全線火車鳴笛哀悼 就是希望往生者能夠安息 傷者能夠早日康復 記得林醫生 廖宜嶺 黃俊 宜蘭綜合包